我們在使用雷雕機之前 電腦桌面這邊 我們要用的是LaserWalker 把它點開 同學在做 那個 一拉的時候一定要轉存成 AI8 才有辦法把它置入到這個LaserWalker這邊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 置入 在文件裡面有一個導入 導入進來之後選擇你要的檔案 選擇你要的檔案之後 按Open 它就進來到你的這個 桌面 這個桌面這個大小就是我們的雷雕機 基本上是90 10乘60最大幅度 大小請同學在 一拉 就要把它調整好不要來這邊做調整 因為這邊沒有辦法去控制它的 比較難去控制它的大小 如果 這個 位置有偏移的時候一定要把它置中 置中就是 這個 數據自中 你一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 你的圖形就會把它擺放在中間 所以這個步驟一定要 同學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再來 基本上 我們用雷雕機的時候 使用雷雕機的時候是靠顏色來分別 它的 雕刻的 深淺或是要切割 所以這裡有紅色跟藍色 對不起 紅色跟粉紅色 所以你這一邊 在這個加工塗層這邊 就會出現 藍色跟 粉紅色 如果你的 基本上在雷雕設定的時候就靠顏色來區別說 你要切割的 範圍和種類 如果你有10種 顏色的話 對不起 這裡就有10個塗層 所以同學在雷雕設定的時候一定要把它設定完全 好再來我們來 定義這個加工塗 就把它很快速的點兩下就會彈出這個對話框 好彈出這個對話框之後 好第一個就是顏色 好這裡就是 輸出 是否輸出 這有兩個選項 如果你點否的話 這個設定值就完全不會輸出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有時候我們在加工第二次的時候 可能要來這裡定義 把某一些加工塗層把它點選 成否 沒有不然都是是 好再來就是速度 好速度基本上 雷射雕刻的 加工法就是有兩個 種類 兩個因素 搭配而成 第一個就是速度 第二個就是激光的功率 速度越慢 加工的時間就越長 所以雕的就越深 功率越大 就越 加工的深度也是越大 越小就是 加工的深度越小 好所以就是這兩個搭配而成 好所以我們這個如果是切割 因為藍色這裡是要把它切斷的 我們速度就要放慢 基本上速度就是 大概從15到400之間 是否吹氣 一定要吹氣 這個都不用調整 再來 要調整的就是這一個 你是要切 切割勒 還是要掃描圖案 所以這兩個 不一樣 好